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网络上千万不要霸凌人家好吗 因为很多都觉得霸凌的时间呢 保持他们去复杀 还有等等死亡的状态 还有让他们觉得很烦恼很压力 千万不要去霸凌人家好吗 你们自己说明到底为什么要去霸凌人家呢 不喜欢他 就说不喜欢他 不用写家言家粥就什么的 好吗 然后等我们自己说吧 有一些宣明的好 就认为说 他不好 然后又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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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一大堆的东西 根本没有理由去解释 根本不说的 你怕胡虫 我不知道他就说什么 然后呢 最初的人呢 就做到公平 然后就忍不住 就很压力 如果很开放的人呢 就能够接受 如果有一些不开放的 如果有一些不开放的 这很多人呢 是不开放的 很少的是开放的 一算了打击 是觉得很压力了 就想要几发 可能等等 记得什么样呢 脾气就一来啦 就这样 千万不要霸凌人家好吗 你们自己说很累不累 你每天在那边 留言 留言 那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做一点好事嘛 等到在这些事上 不能做好事了嘛 你能去说明 我讨厌的 我看到 然后呢 我要在这里 提醒大家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 点赞 还有分享 希望我的影片能分享出去 OK 再来 你别忘记打开小铃铛 小铃铛哦 接着你的铃铛去按一下它吧 把它打开 然后呢 你就会收到投资哦 OK 然后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再攻击文家的好吗 所以说明 说话也太什么了吧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这上面攻击 我们就 我们也可以攻击回去啊 我们也可以攻击它啊 它攻击我 我也会攻击它啊 我们就去攻击它吧 它攻击我 我就说 就去攻击它吧 OK 千万不要安静 千万不要受到压力 千万不要选择复杀 复杀呢 不一定能够开心 也不一定把事情 过得很慢 我们要介绍一下 它到底说的话是正当于假的 如果是假的 我们压力来干嘛 对不对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说 算命 然后 算命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 今天我说什么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别忘记有意义和讲的 还有评论一下 说这个影片 怎样 说到怎么样 怎么样 哪里不好啊 有哪里做的不对 可以留意一下 让我知道 OK 你忘记得再见 别忘记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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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